星道申訴王早前報導 關於港媽阿芬和丈夫 育有10名子女 但丈夫在7月突然離世 阿芬自己亦患有乳癌 癌細胞更加易入骨髓 需要在公立醫院自費 購買非藥物名拆內的標擺藥治療 令阿芬一家現在都很徬徨 雖然網上有些言論 對她們一家攔招熱風 但我們也接獲很多讀者的打卡留言 為阿芬打氣 更加有近8位熱心讀者 說想協助阿芬和她10個子女 希望意解她們言微之急 要支持她 她說她自己要撐著頭 她不可以倒閉 她自己要撐著 她舉一些句話 令到觸動到我 那你替我多謝她吧 因為我自己也是癌症的安復者 這個時候不是去看評她怎樣 但我覺得要盡量去幫助家庭 最重要的是我做她 即是積極一點 不要想一些副面的事 我自己覺得她是一個很好的媽媽 不需要理會別人的言語 其實最重要是她們自己一家人 可以提心她面對這個困難 都沒有影響到她們自己一家人的感情 謝謝大家 我… 我… 我一定會堅強 我一定會撐著 我真的不可以想 因為… 我的小朋友只剩下我一個 我還有很長的腦痛的時間 不是說要把重担給大幾個 反而是叫她們大家互相支持 爸爸媽媽一定比你們先 當時就是你們十兄弟去面對的所有事情 因為她就是你之後走下來的親人 剛剛見完醫生 醫生說除了我用那種標靶藥之外 他都建議我加上一種新藥去一起嘗試 可能對我的癌細胞控制 或者縮小狀況會好些 但是那種新藥再配上標靶藥的話 加上差不多七萬元每一次 突然之間這些數字對我來說 現階段真的有很大壓力 我也知道很多 我前新藥有打過我的報館 是詢問過我的情況 謝謝你們 我也會很樂觀 很勇敢 很堅強地繼續面對 還有我知道我的報道出了之後 引起很多人的迴響和猜測 很多事情都沒有人預計到 我沒有預計到我才會突然走 我希望大家可以 真的不要再用言語去攻擊她 其實小朋友是最無辜的 我寧願你們繼續攻擊我 我小朋友 我不想再令他們受傷害 報道行出之後 有很多市民和機構都說 可以為阿芬一家提供協助 星島申訴王會繼續跟進他們的情況 你申訴我跟進 找91999933 星島申訴王隨時後命 Roderick